大家好,我是娟莫莉 这种水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吃起来的话真的是惊甜的 是从泥巴里面挖出来的 我们这里叫羊斐鼠 不知道你们那里叫什么 它的全名叫什么来着 我也不太清楚 不知道是不是叫地瓜 欢迎评论区留言 今天我们来用这个水果做一道好吃的菜 我们挖出来之后再压点井水 把上面的泥巴冲洗干净 炒这个菜最经典的搭配 就是配上正宗的五花肉 虽然二师兄掉价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省着点吃 用刀切一半就可以了 再取点瘦肉 剩下的留着明天给我家牛魔王吃 再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洗干净 洗净后再用厨房纸 把它表面的水分擦干 擦干之后再用刀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子 切好后装入碟中 先放一旁备晕 瘦肉也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子 切的时候要逆着纹路切 这样子才咬得烂 如果是顺着纹路切的话 不仅咬不烂还会塞牙缝 切好后装入碗中 再给它腌制一下 往里面加入一勺料酒 适量的胡椒粉 一勺食用盐 再来一勺生抽 家里有条件的再打入一个鸡蛋清 这样子这个肉片吃起来会更加的鲜嫩 再戴上一次性手套 下手给它们充分的抓拌均匀 抓匀之后再来一勺淀粉 再次下手抓拌均匀 最后再往里面倒入几滴食用油 作用就是下锅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划散 不会粘连在一起 抓匀之后先放一旁备晕 洗干净的地瓜 我们先把它的皮撕掉 你们看看里面雪白雪白的 可以直接拿着放在嘴里啃着吃了 小时候经常跟我弟弟抢着吃 现在长大了挑食了 一定要放肉才会吃 剥完之后再用流动的清水 给它彻彻底底的冲洗干净 洗净后把它放在钉板上 用刀切去头尾部分 再给它对半切开 再一分为二 切成四份 再改刀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子 也不用切得太薄了 像这样两到三个毫米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把它装入盘中 先放一旁让它待着 准备一个青红辣椒 先把它里面的籽去掉 用我的大拇指往里面按 轻轻的一扯就出来了 再把它对半切开 再一分为二 再改刀给它切成菱形块 青红辣椒用同样的方法 给它切成菱形块 切好后一起装入碗中 准备两个大蒜子 一股姜 两根香葱 大蒜子和姜给它切成片 葱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后一起装入碟中 先放一旁备韵 起锅 锅中倒入少许的油 让油滑一下锅 油热后把切好的五花肉倒进来 开小火把它煸出多余的油脂 猪油不管炒什么菜都特别的好吃 特别的香 炒至变成金黄的时候 我们再把腌制好的瘦肉倒进来 你们看看是不是很容易的就能把肉滑散 一点也不粘锅 滑散之后我们再把准备好的葱姜蒜倒进来 炒出蒜香味 炒香后再把地瓜倒进来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之后再把青红辣椒倒进来 炒至断生 炒至断生以后我们再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继续翻炒均匀使盐化开 炒这道菜我们不需要加任何的调料品 吃的就是它的原汁原味 最后我们再倒入准备好的水淀粉给它勾一下茜 开大火让它收一下汁 美味就是如此的简单 收汁完备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地瓜肉片就这样做好了 这颜色看上去也非常的漂亮 口感也非常的好 地瓜吃起来也有它本身的甜味 口感也是脆脆的 吃起来的声音也是嘎嘎响 肉片也是非常鲜嫩的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谢谢您 好吃一座的家常菜 娟莫莉天天分享 妈妈这个辣椒一点都不辣 这个叫大红椒吧 可以不辣 这什么菜哦 你猜一下哦 这个吃的有点像赏药 赏药 这个叫碧瓜 普通话叫碧瓜 我们这边叫什么了 羊水 羊水 羊白薯 羊白薯 好吃哦 吃这个